我是一名创业歌手谭言海 因为一双小虎牙 所以朋友们都亲切地称我为小虎 大学创业期间 有过同学的冷嘲热讽 也有过老板的极度肯定 酒吧歌唱演出 有过顾客的戏耍捉弄 也有过粉丝的疯狂追捧 回首过去 感谢家人的支持 感谢生活的魔力 让我更加自信强大 展望未来 我希望能够追随自己的企业 开疆拓土融入与共 莫兵立马再启程 勇攀行业高峰 我是小虎 非我莫属 再过两天时间就是我大学毕业整整五年了 那么回首过去的时光 有过创业的艰辛 也有过舞台上的光芒 我做过视频主播 也做过视频主播审核推荐 其实回想起来 感谢生活的魔力 让我更加自信强大 同时也感谢我的家人 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人生就像一场没有彩排的现场直播 今天来到这里 我想寻求一份运营策划 以及助理类的工作 希望今天过后 我的人生将更加精彩 谢谢大家 做过直播是吗 对 我看你这个专业是通俗声乐演唱与编导专业 对 那你应该是以演唱为主 是的 你以前那个表演经历都是在酒吧 还是在一些其他的舞台上 其实有过那种演艺吧 也有过那种青吧 有女粉丝吗 有有 特别疯狂一件事情就是 曾经在一个青吧里边 我唱的歌可能是 他比较喜欢 然后就上台亲了我一口 吓懵了我就 那就继续表演 怎么后来做直播去了 那时候男主播少 像我这种男主播本来就少 你直播一年收入大概多少钱 我直播一个月几千块钱 说实话就是直播 我感觉对我来说我是活不起来的 而且年龄一点点的变大 其实我想偏于幕后 偏于幕后 然后就去找了一个机会 就做视频审核推荐了 直播审核是干嘛 背后一个大屏幕 新上一个直播 那个框框就会从后边排到前面 就是跟那个保安室的那个监控一大屏 所有的直播的人都在那 对对对 那你就审核看谁在里面 干一些违规的内容 是 那你在你手上一天之内 封得最多的有多少 其实违规的一天大概有一两百个 一两百个 一两百个 你已经对美女免疫了吧 在那个平台上看到的美女 跟一下班就感觉是不同的星球 一下班你干嘛去 一下班回家呀 你有女朋友吗 有 来了吗 来了 哪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是从事银行的工作 对 你喜欢她啥呀 就是特别踏实吧 然后对我特别好 然后还是特别有才华 既然你这么有才华 又做过主播 你用几句话来夸夸她的天生的直播状态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 她来自我们的东北 俗话说得好 东北人都有一双大眼睛 我们眼前这位美女 眼睛大的 基本上脸都快蹦出来了 OK 首先看她的身材 有一双非常 非常修长的美腿 她的穿着也非常 符合现代年轻人的时尚审美 笑起来呢 会露出一颗可爱的小牙齿 然后呢 她只有一颗牙 你呢还是做视频审核算了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背景资料 我上一生工作 服务于餐饮行业 A图片是在给这些服务员进行培训 B图片呢给我们的厨师长颁发奖品 C图片呢是讲解她里边的一些文化 那么D呢就是给我们的优秀店长颁奖 那么E呢是我在单位里边面对100人讲我的一些历程 然后iPhone就是我在单位里边 不光可以讲东西 也可以非常活跃 穿这个衣服跳舞 那么在我的这个工作当中呢 自己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武林秘籍 叫做四两拨千金内功 加五星级口诀心法 说实话我的上一份工作挣一万多块钱 但是我会把三分之二的钱拿出来 给这些店长给这些服务员 你做慈善 不是做慈善 这个其实我们是有业绩的 我跟这些服务员相处起来 我是把这些店当做自己的店 他们帮我做这些APP 帮我产生一点流量 我是非常觉得有愧疚 所以是想找一些东西进行弥补 其实你跟他们搞好关系 他们也会给你带来 就是直接的把一些业绩算到你身上 是这样吗 对对对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这不是一个对团队过分付出爱 而是一种利益的交换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从我自身理解 这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很多人他是不这么做的 我们可能制度上要求非常严格 如果你连续几个月完成就会辞退 问一下那个庞百业 一般来说公司里面鼓励这样做吗 不鼓励 我们也很少见到这种 我觉得它这是策略 刚才我们 我跟张老师也在聊 学艺术的 学音乐的男孩 其实应该蛮有趣的 但是在整场面试中 我们感觉不到太强的趣味性和欢乐 你今天需要求职的这些 包括商务 运营 策划 其实不完全是一类 我不认为你很适合做策划 我觉得商务工作 运营工作可能更适合你 今天来面试的是运营 是吧 你这次要求薪资多少 6到8 来 第一轮选择薪果磊 还有十掌声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是唱歌是吧 对对对 唱给谁啊 唱给之前的自己吧 年轮逮 年轮逢 夜深时有没有人 被你点上一盏灯 在你入梦后 有没有人为你把手拼 当你伤心时 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 在你失落后 有没有人把你拥入怀中 难道 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你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难道 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我的爱不需要再说什么 我天荒地老 看了台人海的社交数据 我发现他是一个在消费上很精明的男孩子 他平时爱关注互联网和足球 活泼开朗 还有艺术细胞 与他最匹配的老板是杨醉仙 他们都有非常感性的一面 和他最不匹配的老板是陈浩 气场不搭 说什么也不管用呀 杨醉仙他真的跟你差不多吗 我是挺喜欢他的 但是我觉得不准 也许是我不认识我自己 你们俩都是正经人呗 其实他其实挺简单的 这男生 就不复杂 没心眼 是吧 但是你觉得你今天要做选择做运营的话 有没有目标企业 去哪家企业做运营 哪个行业的运营 首先是互联网家的行业 其实我从小是我父母做小生意的 我是觉得跟这个消费 就刚才他说的 我消费上还比较精明 消费上会砍价是吧 对 我特别会砍价 真的 对对对 我会对半砍 那我们试一下行吗 行 我们去砍贺东东的化妆品 好吧 来 砍面膜 我们有一款梦泉的白天鹅 是基础补水面膜 218五片 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什么218五片 是 市场价平常面膜 应该都是十几块钱一片 算起来你这五片 得四十多块钱 高于市场价百分之三十多 我觉得这面膜 就是一张脸上的东西 有那么贵吗 而且美女长得天生丽质的话 基本上很少用面膜 都是那种需要补的人 才买面膜 那你要不要买吗 我觉得这个 你便宜点吧 便宜点 我考虑考虑 我们的产品 不要跟我们比价格 因为我们是价值 放在第一位的 好的 我觉得就是您的价值 非常重要 但是我感觉中国人 花两百多块钱 买五片 我觉得还是有点贵 我觉得如果说您 买一盒送一盒 我会考虑 我觉得如果您诚意 为您女朋友买一盒面膜的话 一定要看效果 价格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女朋友白白 清清漂漂亮亮的 看着比什么都舒心 对不对呢 对 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好 但是我感觉 我女朋友 假如说花二百块钱 给她买十片面膜 你会被弄死 我觉得她的长相 用不着买这么好的面膜 没有了是吧 你砍价已经砍到头了 实际上没有 就是某女朋友 会给她十眼神 然后她就走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销售 刚才那个白眼说的也是很对 我觉得不太适合做策划 你考虑做销售的感受吗 是的 我觉得她讲完之后 这个在销售上加了点分 没错 没错 对 那我问一问题 就是你平常你是 买东西的时候 是砍价的习惯 还是说你说这钱数 我能接受 我就买了就走 因为我其实在大学销售的时候 我是挨个楼层推销 我进的货是十一块钱 我卖给同学是 三十一包五十两包 所以我知道有这个利润空间 所以我会习惯性地去对半砍 然后觉得OK 我就让她加一点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有这么一个企业 我们让老百姓 不再做这些事了 你愿不愿意来 就不需要砍价 不需要砍价了 给的都是货真价实的价格 东西是好的 我感觉 这样不太现实 你先说 如果有这么一家企业 如果它能做到 你愿不愿意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说 帮助田间地头的农民的时候 说一个鸡蛋 一块钱 两块钱一个 好 我们就为了让它有尊严地活着 我们花四块钱 五块钱一个买它的鸡蛋 你愿不愿意做这事 其实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愿不愿意做 我先举个例子 你先回答 先回答 这不愿意就别勉强了 愿意就直接说愿意了 他这个回答对于我选择 第一 这样的企业去不去 社会发展的企业 我是绝对会考虑 就说去不去 如果真有这样的 我会去 第二个问题 那个事干不干 第二个问题 这个事情 我想举个例子 因为特别想举个例子 你干不干 你先回答 你真啰嗦 干 我倒欣赏他的这种 就是不能说去还是不去 因为那样太武断了 就是应该 我们老实人 就是应该想一想 就是应该举例子的 其实我想举个例子 因为我觉得他知道 那个企业不存在 对 因为他心里头知道 这种企业是个想象的 王岐 我现在很正式地跟你说一下 我知道你在宣传你的企业 不后是这样 但是我不相信 如果你因为无知 说你说出来这句话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如果你在了解了 我们解决大卖场之后 再说出这句话的话 我可以告你诽谤 明天开始我就开养鸡场 你带我这来买鸡蛋 第二轮选择 去国流 开养的大家都要跟这家 伟大的企业奖人才 还有七段灯 来 比较一波 我觉得你非常适合 有些客人接待 日常的一些管理工作 也是用营类的 股方红堂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刚才说的销售 我可以给到你的 是一个策划类的 就是我们现在在全国 在开那个工作室 我们能提供给你的岗位呢 是市场营销策划和执行 那这个工作可能 对你未来的发展呢 其实还是很有 很有成长空间的 我们这边可以提供的职位 其实是婚上事业部的商务经理 我们应该提供的是一个 类似于网络电商的一个 商务经理或突然经理 这样一个角色 我给你的职位 就是做供应商的服务 供应商的策划 帮助他们 来 灭无斩 留两斩 去吧 好 非常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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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有请孙宇谦 王吉 谈前不上感情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来 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我们生活中 可以看到在洗手间 还有炉道里边 有很多人抽烟 那我想两位老板 怎么看这件事情 如果你们当场碰到了 去怎么解决 因为我本人不抽烟 但是坦白讲 如果他在洗手间和楼道里边 我其实是不太会管他 但是如果他是在公共场合的 比如说餐厅 比如说这些有孩子的地方 我还是会去制止 洗手间一般我是不太管 因为我觉得有些男人 确实他有烟瘾 找到一个地方也不容易 但如果是在电梯里的话 我一般会说 但是也要看 如果对方很高大 而且不像好人 我自己有一个人的话 就我们两个人的话 我一般也不会说 很真实 我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我身边有得肺癌的人 那他们离走的时候 那种场面 我是深有体会 我这个人就是非常抵触 不想再看到我周围的人 以后会有这样的下场 所以说我是觉得 看到底 看到底就是老板 对这件事情 是一个什么态度 你会怎么说 我是立马禁止 绝对是禁止 怎么说 怎么说 可能就是 如果说 我出于高层 跟下属之间的关系 我会严重警告 如果还 类似出现这种情况 那一定要辞退 那要是你领导抽烟呢 假如说领导是抽烟的 我是不会上这样的企业去的 领导抽烟 你都根本不会去 对对对 他的这个要求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除非他自己开公司 自己当老板 当你有更多的目标 要去伟大的目标 去实现的时候 你要有宽容的心态 要去包容很多 你看不惯的东西 这是人生的一个境界 应该说它还没到 我们反复强调 吸烟的确是有害健康 但在如今包容的时代 无论是每个人的 个人行为习惯 婚姻家庭 我们都要尊重别人的 个人的自己的习惯 又或者是个人的价值观 只要它不影响别人 你没有权利对它产生歧视 你的心情 我们特别能理解 我们也不喜欢抽烟的人 但是我们对他们的个人习惯 是要予以包容和理解 它不违法 你知道吗 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一个习惯 而对它产生歧视 那我在上台之前会想到 您会跟我说这样的话 但是我觉得 可能我的立足点 是我将来达到一定位置之后 跟老板平衡地接触 那我问你 你要是你岳父抽烟 你咋办 我岳父不抽烟 那你老婆家里的亲戚 没有一个不抽烟的 我就不信 我离开 我躲远远的 好吧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只能更加映射你 人性的不包容 没有任何的加分 尊重个人习惯 不要影响大家的卫生健康 行 好吧 行一句话 懂我的人懂我 谢谢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酬超过于八千 我本来是要反转的 但是因为 我虽然已经不抽烟 但我偶尔还抽 我选择尊重你的习惯 好 把灯都灭了 十秒钟做出最后的选择 火星时代新浪动漫 或者是谢谢再现 你的选择是 清浪动漫 是吧 谢谢啊 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 好好学习一下 企业的文化 然后跟企业一起成长 争取让企业 在同行业里边 因为自己的力量 变得焕发光彩